好 我相信你 那么现在 我需要你们这个饭店的建筑图纸 这个我给不了你 不是我不想给你 而是建筑图纸根本不在我手里 在哪儿 都被日本人拿走了 这里还有这里 这些地方都要派人毒死 绝不能给危险分子 以任何可乘之机 是 我会多派人手的 到时候你亲自去安排 我会的 进来 报告金管长 独必业小姐到了 快请 罗小姐 机关长 您是越来越把我当外人了 怎么了 进来的时候搜查得够严的 混蛋 罗小姐是我的贵客 罗小姐别介意啊 仲村 罗小姐 今天又给我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今天呢 什么都没带 什么都没有 搜查得这么严 万一让你的士兵看到了 影响不好 不过呀 我给您带了一个文物贩子来 他有什么好东西吗 据说 不应需出土的酒盒 好好好 太好了 我要 有多少 要多少 对不起 罗小姐 有些事情 我现在必须要处理 机关长 您忙您的 我先告辞了 不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去就来 好的 贾腾 贾腾一圣 机关长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不能住进大东亚饭店 你说什么 陈天津已经死在中国人的刀下 我不能再做中国人的靶子 你怕了 这把军刀砍掉了162克中国人的脑袋 作为他的主人 我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那你是为了什么呀 我来中国是为了杀中国人的 不是要成为中国人的靶子 你不是中国人的靶子 你是帝国的英雄 你的英雄可以震慑中国人 有了你们这些英雄的存在 中国人就不敢再反抗了 前线的勇士们 会因为你们的英雄事迹 更加努力地杀敌 我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 就可以早日实现 这是帝国宣传的需要 你必须入准大东亚饭店 明白吗 对不起 我明白了 你不也没有离开过 机关长 对不起 罗小姐 让你久等了 不不不 欣赏一下机关长的收藏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罗小姐 还是说说殷须的童顶吧 卖货的人呢 我也没见到 不过啊 他们要求 要在安全的地方硬货交易 那好吧 就来我这重光堂 我说了 您可别生气啊 我没有告诉她 是跟您交易 我怕她到时候会后悔 你也知道 现在局势这么混乱 这些卖古董的呀 提心吊胆很久了 就怕有什么三长两短 就要好吧 日租界里的地方 她可以随便挑选 那好吧 我通知他们 看他们愿意不愿意 好 罗小姐 请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晚我任何人都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知道 你伺候过日本人 日本人可色了 见到咱们女服务员 她手脚就不带老师的 反正我是想好了 等拿完这个月的薪水啊 我就不干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咱们这次得多个心眼了 什么意思啊 每次咱们都被灵活给比下去 你不觉得奇怪吗 照这样下去 咱们兄弟干脆回家得了 对啊 我也觉得有些地方不对的 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大对这 她灵狐凭什么一次次都走在我们前边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小康 没准就是罗碧月这个小娘们搞的鬼 过几天 我去找战场问个明白 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你不会再找我 你不会再找我 在这儿我会找人 你看似乎一起来 好 我现在的这儿 我会给自己带来 你就不能带来 你 我感觉 一定会带来 我去露 大哥 我看这地下通道可不行 这肯定让鬼子丢死 那么通风管道也不行了 那照你这么说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 我非进去得了 你以为你长吃饭的 那总得多进去个人吧 光让你和三姐去 那太危险了 放心 你从这儿上去 楼顶的鬼子 也交给你个老二了 大哥 那对面楼顶的 应该是卢展飞 他 大哥 你就这么信任他 你可别忘了 上回可是他们拦着我们 不让动手的 时间紧迫 顾不了那么多了 二哥 你给算算 去 别拿我开水 胡说 你这是怪我后此活彼 是不是 展展 展飞没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 为什么每次行动都是灵狐 他们主打 咱们弟兄们一直是在配合 也显得弟兄们太无能了 那你要做得好 我能不让你做吗 我看 您也是被人牵着鼻子走了 什么什么 你给我说清楚 每次都是罗碧月 每次都是灵狐 他们先得到情报 我看 罗碧月是在培养自己的势力 将来有一天 把您取而代之了 卢展飞 背后说人的坏话 你倒是一把好手啊 是什么呀 大东亚饭店的图纸 在原田办公室看到的 卢展飞 你跟我说清楚 你的话 到底什么意思 好 那我今天就说 为什么这次行动又是灵狐 因为他们比你们先动手了 那是因为你先把情报给他们了 先给他们 我到的时候 人家已经在行动了 有本事你自己去找情报啊 别老是等我每次把路给你铺好了 那你才动手 等等 站长 我罗碧月是心甘情愿地 给您当马前卒 如果您觉得我这个马前卒 过了河就拆桥的话 您大可以向上风请示 把我调离上海 如果您不好说 我今天晚上自己向处长请示 免得有些人在背后说三道四 偷看 你这次要是再给我办杂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坐 坐 坐 宛如啊 昨天晚上我见阿滴那个小骚货 又跑去经理办公室了 带了老半天才出来呢 你这个人啊 现在快成快嘴婆了 成天动家常习家短的 可快怎么磕出毛病来了 你什么意思啊 不磕的时候嘴巴闲着难受 非得念到点事呗 不信拉倒 反正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 提醒我干嘛呀 好像跟我有什么关系似的 这个就是通往饭店管道的入口吗 是的 还有其他入口没有 还有您刚才看到的通风口 多派些人把守 多少 算了 派两个就够了 老工人把这两个入口全封死 看着谁还能进来 走 这一句话 我听说的 我们不愿意 我们不得给我 你不能在家里 人家 这一句话 你只能说 让我做个好事 最后 有什么事 一百多咱 你再在家里 我不能 看着我 你不得了 有什么事 我可以做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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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 留下在这儿守着 其余的跟我走 快 卖报了 卖报了 卖报 卖报了 翻报纸 卖报了 先生 您来一份报 卖报了 卖报 卖报了 大哥呀 我说这小鬼子也太嚣张了 你看看 你看 还荣寿天皇勋章的 明目张胆的搞宣传啊 我说这三天圣石没死是怎么着 这个呀 就是走夜路时大声唱歌 给自个儿张胆呢 熊老板放心吧 您要的印刷品我已经准备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战犯必命 神天盛世被杀了 你说什么 神天盛世被杀了 看传单喽 日本战犯必命上海探 进来 经理 我的姑奶奶 你怎么又来了 你紧张什么呀 反正大家都说 我是你的狐狸精 我多来经理是很正常的 您千万别这么说 我可承受不了 我告诉你 以后要是有人问起 你就说我是你的狐狸精 我知道了 我照办就是 您这次来到底有什么事 您说吧 我要日本人在饭店的不防情况 这日本人每天都换地方 我也不确定 那你就安排我给他们服务 这 是 莫建议 什么事啊 给您送茶水 等会再过来 现在不方便 经理 我跟你说的事 你可别忘了 我知道 我知道 知道了 霍经理 你可真有闲情意志啊 霍仙廷我告诉你 你不要给我耍什么荒样 另外 你们饭店里面 有没有日本人派来的服务员 你最好赶紧给我查清楚 还有 你必须安排我 给那个要住进来的鬼子服务 明白了吗 把茶水拿走 你本身 duck com哈哈 现在您是要铺垫吗 嗯 铺垫的人多嘛 人不待待 ту 因为在日本地方开板 一般能够 那有什么呀 不好说 您在做哪儿还得不做呢 住 住 定见方 您是杭州茶商 对 专营西湖龙锦 您准备住几层啊 四层吧 四层不行了 为什么 已经包出去了 包出去反正也没人住嘛 我就一个晚上 而且我这人好清静 而且 放心 你这人怎么 行了 我看您呢 还是将就一下吧 请跟我来吧 好 好 好 来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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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一条心 那绝对一条心 你自然是可以这么说 不过我想看到的是你的行动 这个您会看到 最好是这样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 你最好把心给我放正 但万一不小心歪了的话 那我可是要把它挖出来的 明白了吗 我 我明白 好 二哥 你说 这里的情感怎么样了 大哥跟三姐能见着吗 应该没问题 我给他们算了 时来运转 谋定而动 他们有福星高照 定能逢兄化吉 晦气竞消 瞧你那样 这 臭小子 等一会儿 谁啊 谁啊 服务员 进来吧 你别跟走啊 李香 一个服务员 他总是说我是狐狸精 估计现在又跟阿滴在背后说我 我的坏话呢 就只是个服务员吗 当然了 大哥 你神经过敏 太紧张了 看谁都想特务 还是小心点好 大哥 你给我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带什么 我把你先带回去 大哥 我早就喜欢这两把枪了 你就借我试试呗 你不能带武器 带武器更危险 好了 行 行了 我们不高兴 好 完了 试试送给 嗯 噔噔 进给老四学证了 来 大哥 万一日本人使坏 你就给我一把飞刀防防身吧 算你说得有理 但记住啊 不需要任何人看见这把刀 嗯 还是大哥对我好 行了 赶紧走吧 时间长了 会被别人发现的 三伟 我明天也早就得离开 放心 会想办法再进来的 老四 走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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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发化了 再干嘛咱们都得回来 咱们BT抢在零后之前 干掉这副 我已经打听好了 把中派艇军 驻上海鸡蛋站有个鸽子 他们常到这儿来吃饭 等会儿 把他绑啊 看看有什么有用的消息 派艇军 您慢走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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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你是不是华中派艇军 驻上海鸡蛋站 说话 我就当你是了 加藤医生是不是在你们鸡蛋站 好 我说话 来开 他舌头没问题 他舌头没问题 反正他不会说话 小舌头给他割了 我说 我说 说 加藤医生 早就送到冲革党了 还有呢 别的我不知道 加藤医生 什么时候入住大东亚饭店 就在你们抓我来的时候 就在你们抓我来的时候 又晚了一步 走 组长 这个人呢 站住 都是 走 趁布 在下 走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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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棍长 您的防范过于严密了 为了你的安全和帝国的形象 这是必须的 我倒是觉得可以留下一些漏洞 让那些无知无畏的中国人进来 刚好可以消灭他们 你想得太多了 这里不是前线 你来这里就是来守勋的 至于怎么消灭那些人 就不用你操心了 进去吧 来来来 安静 亲爱的上海市民们 各界的记者朋友们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迎来了 大日本帝国的勇士 牛岛真雄部 第十八师的加藤义胜中尉 他是天皇的骄傲 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是大东亚共荣的典范 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妈的 又来晚一步 走 不玩 别紧张 是我 鬼鬼祟祟找死了 这不是说话的音 跟我走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加藤义胜中尉讲话 中国有句古话 有鹏自远方来不宜乐乎 我来到这里 受到大家这么热烈的欢迎 我感到荣幸 请问加藤中尉 这位记者先生 有什么问题 尽管说 据说您已经砍掉了 一百六十一颗人头 这是真的吗 对不起 是一百六十二颗 当你砍掉这些人头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和你一样 是有血有肉的人 这么做不觉得可耻吗 我是为了世界的和平 来到中国 砍掉这些捣乱分子脑袋 为了大东亚共荣 我感到光荣 你们这些屠夫 一群灭绝人性的混蛋 光归你们的小日本之吧 对 好 好 快 赶快进去 是 你们到底是怎么检查的 为什么这些记者 没有好好地检查呢 对不起 从现在开始 对所有能接触到家藤的人 都进行严格的检查 是的 我马上命令他们 仔细搜查 检查 不可以 我 把你 我 他 我 我们 老兄 我 你 我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你知道我有刀 是我拿的又怎么样 还给我 站住 不含我刀也行 反正这个饭店里的刀多的是 可是你要是爱了我的事 你杀了我 我告诉你 你敢拿刀就是找死 日本人专门派了女特务 为我们这些服务员 要脱光地搜身 你是什么人 中国人 中文字幕作与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少人 我给你带ogy 那么我感觉 我感觉 是我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一点的 财富 所以 就会 有 是 有个人 是你 你都闻得我 你都闻得我 是 你 我 加堂君 你喝的够多了 废话 再给我拿酒来 太子子 你们都出去 出去 滚 滚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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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车 滚管 滚门 滚门 等等再说吧